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时机 享受一百零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护生协会 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 陵墓丛誉 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 滋养着许多雾蜜 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 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 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 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 当欲望围栏接近 狗儿们就愈加热情 此起彼落的叫声 好比狗儿们的欢迎混合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 每只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 五步烙印在脑海里 令人难以忘怀 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 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 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 珍惜这难得的喜悦 愿此回忆长存彼此心间 梅山护生园中 不同种类的牛群们 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 像是黄牛 羹牛 水牛 乳牛等 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 有的牛儿张口大袋木草 玉米 古物等素食饲料 有的嘴里仿出食物 有的做某某生活 被牛儿舔视手部的同时 与之四母相交 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 欢迎着我们的到来 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运作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美山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亲近的图 持见佛陀 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生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论是为了求智慧还是求名利 求姻缘 都是潮山悠久历史与文化的缩影 菩萨鼎的建筑绚丽多彩 精笔辉煌 望眼望去 龙氏图腾以及雕龙的碑纹十分醒目 是历代朝拜五台山的行宫 康喜皇帝就来菩萨鼎朝拜过五次 菩萨鼎山门外的临峰圣经 文书殿前的五台圣经 都是康喜皇的语书 而乾隆皇帝更来过六次 东禅院的两座司灵碑 上面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 刻写的碑文 穿行于此 犹如走进时空隧道 怀骨之情由然而生 佛教徒朝山拜佛最空敬圆满的巡礼 常以三步以跪拜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 忏悔与感恩之心 所谓念佛一生福增无量 礼佛一拜 碎灾灭沙核 每一身佛号都在呼唤着自己和大众的清净自行 每一步履都向菩提之路勇猛迈进 而每一次福生礼拜 更是放下执着的表法 殿堂的佛像庄严肃穆 建筑有山门 天王殿 大雄宝殿和文书殿等 信众们借由瞻仰佛像 体验圣机 而忏悔自己 五始节以来 深重的烦恼习气 发起无伤道心 画面中 法师们带领到殿堂 穿廊大悲咒文的碑牌浅 朗身为友情大众们 颂持着大悲咒 犹如实践 观世音菩萨所言 大慈悲心 是平等心 是恭敬心 是无上菩提心 是当之如是等心 即是陀罗尼相貌 文书殿 则是典型的宫殿建筑屋 所供奉的文书像特别生动过货 头取旁观式 腰取扭动式 法取散批式 并且身挂阴落 有着鲜明的藏传色彩 静头前 镜头前这块特别被钢条保护着的丹壁石 是 常年来被滴成一坑一坑的缝磨状 相传是至水长流 勇与美的说法 更是文书菩萨显灵的神迹 我们想要学佛有成 是不是也该学习滴水穿石的毅力与精神呢 正因为佛法需从恭敬心中求 法行草山礼佛更是法缘殊胜之士 必定有诸佛菩萨与隆天互法的加持 《华言经》曾说 明受地狱苦但得闻佛名 闻佛名功德尚且不可思议 何况能至心称念 虔诚礼拜 但愿我们成佛的慈光佳辟 上通佛心下通幽明 以利己利之心 供养法界诸佛 祝福只会消无始劫罪也 圣诞愿 Ku merambat sana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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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